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寻经问道》 我是宇玲 今天很高兴请了久违的陈牧师 陈左仁牧师上来跟我们谈一个 现在很热门的话题 但是陈左仁牧师既然请他上来谈 就要希望他谈得更加更加深厚一点 就是今天要来谈圣经对性别的启示 陈牧师你好 欢迎你 你好 很高兴久别重逢了 对 久别重逢 其实陈牧师并没有太久回到美国 但是因为真的很想念陈牧师 所以一两个月就已经感觉很久没有见你了 陈牧师 现在大家对于性别上面是有很多的讨论 尤其是在LGBTQ感觉就越来越 我想用霸道这两个字来形容 真的是充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而且都是要来做一个主导的地位 都是来颠覆传统的 那所以呢 他们这么的loud也造成很多人 他虽然嘴巴说不出来 但是心里面其实是很多很多的疑惑 如果抗拒呢 又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爱心 跟不上潮流 如果全盘接受呢 实在觉得吞不下 还有啊 有一些现在讨论的很热的话题 在几年前 你说十年前或者甚至是五年前 你根本想象不到 原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讨论的 比如说 什么是女人 What is a woman 居然可以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都说 我是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 还有人制作 制作纪录片 几乎两个小时就在讨论 What is a woman 我真的是不可想象 当然那个纪录片是制作的很好 也是顺应时代的需要 还有呢 居然现在在讨论男人 可不可以参加女性的运动会 当然他是以女人的名义 但是他实质上在生理上 根本是一个男人 居然也成为是那么负争意性的话题 还有啊 连五年前我相信也不会想到 儿童可不可以变性 甚至是不经过家长的同意 未成年的儿童 可不可以变性 陈牧师 你能够想象以前会讨论这个话题吗 对啊 我自己是在大学里面教书教了20多年 25年 我不是讲笑 我25年前我刚到大学 在我的办事处旁边是我最好的一个老朋友已经退休了 他是美国白人教授 他是叫基督教伦理学 他真的就是个很典型的美国男人 他平常在家 他带我 请我去他家吃饭 整个厨房的厨柜是他亲手做的 哇 哇 这好像平常就是做木工啊 修房子 很好的 虽然他的神学呢 是比较自由派 但我们两个很谈的来的 他退休之后 我久不久都找他去吃早餐 他那时候他真的跟我说 25年前 他说他的儿子有天带了女朋友来 跟着呢 还介绍给父母认识 不是讲笑 他不知道怎么样 后来发现这个女的是男的 那我大吃一惊 我也不好问他了 那当然我们真的是好朋友 也是学者 我们也有时候不想谈太多诗诗 但我真的难以想象 喂 你的男孩出去找女朋友 你当然应该知道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怎么可能还带他回来见父母之后 才发现原来他是男人 哇 这个真的 我那时候已经很震惊 所以有人说 我们住的这个小城呢 已经取代了加州 成为最前卫的城市 总之现在呢 以前我们老牌子 比如最有名的华人教会 也认识的是谢华博士 他的前居可见 他里面讲来讲去 就是讲三样 是很古老的社会伦理问题 你也访问过我 就讲多胎 更多就是有磁杀 就是安乐死 这个另外第三种的磁杀 现在比较小讲的 就是这个婴孩出生 在他出生之后来杀婴 他们叫infanticide 那他的谈去都是这一些的 但后来可能加多一个 就自助自杀这些问题 我们突然是谈论这些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当然我们有讨论过多胎 那如果是少年人多胎 要不要父母的签名 那现在是讨论到 你这个问题啊 是变性人了 而且是青少年人变性 要不要父母同意 美国很多周围这个打仗啊 在这个法律 在法庭上面一直彼此控告 因为有些保守派的州长 他就要将整个州来禁止 青少年人可以在 吴家长统一底下进行变性 而且现在这个变性 大部分都不是手术 他们就服用荷尔蒙 服用荷尔蒙比手术 当然手术也是不可回转的 但是荷尔蒙也是不可回转的 很严重 所以这些问题呢 现在都成为美国的热点 都烧到亚洲了 是啊 就是陈牧师 你说的这一个 比如说25年前就已经 一个不小心 原来是有变性人啊 或者是同性恋 这些其实问题一直是存在的 只是那些从来没有公开的 成为一个热门的社会议题 而且呢 也不会公开的那么自豪 就是以前如果你是个同性恋 变性人 你也不会这么的自豪的来宣告 对同性恋就是好 而且应该推广给孩子 但是现在问题是已经越来越自豪 越来越霸道 越来越要推广给孩子 甚至到了立法的层面 甚至到了你不赞成 你就可能要坐牢的 受到逼迫的一个层面 还有比如说 淫书 淫秽的书籍一直是存在的 但是现在淫秽加变态的书 竟然成为了教材 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 在classroom里面 而且我上次访问了 郑立新牧师 他就说 这些学校的 很淫秽的变态的书 甚至你必须要看看 要写报告 所以你不看都不行 这些是很小的孩子们 在公立学校 现在是接受这样的教育 还有以前 怎么会想到有家长 带孩子去看 那个drag queen的表演呢 这些drag queen的表演 它不只是搞笑 它全部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性暗示 甚至性名示 但是家长们却带着 公然带着小孩子去看 或者他们在街上 parade 然后小孩子都在旁边看 所以这些呢 drag queen一直都在 淫秽的表演 一直都在 但是这些曾经 都是在地下暗中进行的 而且所有人都是认同 青少年小孩子 是不宜接触这些东西的 要等他们成年 所以叫做成年电影 成年行业 成年的商店 但是现在没有了 全部都到小孩子里面来了 所以这个性的问题 我们的节目里面 也讨论过很多 这些社会的问题 但是今天陈秦牧师上来呢 我就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 既要彰显爱心 但是我们也要守着神的公义 所以在性别上面呢 尤其是基督徒 特别不敢或者不懂得 怎么样去大大方方的 非常无所畏惧的 去在性别这个问题上面来征战 首先我们自己的根基要打好 所以今天请陈牧师上来 我们从根源很深度的来谈一下 圣经对于男女性别 有怎么样的启示 尤其是比如说神的创造 我们基督徒都说 神造了一男一女 只有两个性别 对这个很多基督徒都知道 最初男女二性出现 是在创世纪里面 就是创世纪一章27节就已经说 神造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乃是造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所以在这里看到 男女性别 似乎在创造前都已经存在了 首先神在造人之前造了动物 那动物肯定也是有吃有熊 也已经有性别了 而从圣经的这个描述来看 性别好像这是一个 本来就有的东西 他不需要先来解释 什么是男什么是女 他直接就说神造男造女 所以我就觉得性别 在神的启示里面 首先它很重要 在创世纪在创造的时候 它已经出现了 另外他非常的理所当然 一男一女造男造女 所以神在创世纪里面的性别 对于性别的心意 对于性别的启示 陈牧师你有没有一些 被我们忽略的地方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当然这个最重要的经文 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了 但话讲回来 我自己绝对不是什么神学的专家 虽然我读了一辈子 但是我好多的同工同道 我讲的可能他们会不高兴 我们所有我认识的 神学博士 新约博士 旧约博士 凡是一讲到 你刚才提的一大堆问题 对不起 我的全部好朋友 大家都结结巴巴的 讲的语意不详的 你不相信 你看看过去不是十年 过去二三十年 香港台湾 新加坡马来西亚 当然我相信他们都不 新加坡马来西亚 不会开这些研讨会 如果有神学院开过这些 关于性跟性别的研讨会 会全部都是这八次真言 语意不详 结结巴巴的 不知道在讲什么 所以这一个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 我有好几个好朋友 都是在高校大专大学里面 教性别课程 而且是从神学来教的 基督教神学与性 教了几十年 我真的佩服他 而且最厉害的 他的博士跟这些无关的 但是他们讲起来了 我每次听他们讲 我也问你这个问题 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我说你教了几十年 可不讲得清楚一点 所以你都知道了 现在我们面对这个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 没曾听过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陈牧师 你千万不要跟我们 结结巴巴 语言不详 好困难 但我不动来西产了 这个创世纪 当然是一章二十七节了 但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牵扯到的 就是最经典的 就关于先天与后天 这一个的对比 那当然一般人的印象 就是说 我们保守派 或者福音派 我们是坚持 性和性别 是先天的 如果是前卫的 甚至是一些 我们现在 不是讲女性主义 是心理性主义 还有变性主义 他们当然会强调 这些全部是后天的 而且是一种的 社会的 这个社会条件的 扣成的条件 叫做social construct 但这些已经讲了 五十年的了 很旧很旧的理论 但明显的 我们今天 福音派正统信仰的 我相信我们都会知道 特别我们有孩子 我们会承认 性跟性别 一方面是先天的 但是孩子长大的时候 他的确要经过一个 社会学 叫做社会化的过程 他慢慢的 是更清楚明白 他的男性 他的女性 美国保守派 福音机构 爱家 Focus on Family 的创办人 杜森博士的名著 就是如何培养男孩 因为这个是一个 很经典的问题 就是作为母亲 母亲的女性 怎么样培育 男孩的男性 正如我们都觉得 父亲跟女儿 就有个很特别的 一个连接的 所以父亲与女孩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性别的教养的过程 而基督教 我们一直保守派教会 我们很重视基督教教育 基督教教育里面 我们很古老的 主义学课程里面 都有一些 关于青少年成长的材料的 所以这个绝对 跟我们保守派教会 不是陌生的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今天 经历了一种文化战争 而这个文化战争的分野 我要强调 绝对不是说 我们认为一切都是先天的 而这一些的前卫派 自由派 他们就认为一切都是后天的 我们同样很注重基督徒的 秉格的培养 各方面 所以这个性别 我们绝对可以接纳 就是呢 我们是先天的一个 我们的上帝所创造的 我们一个的性格 一个本性 但是他有一个后天的成长过程 而对于同性恋来讲 我们也越来越看见 很多前卫派的人都同意 同性恋 不管先天与后天 大部分青少年 有同性倾向的 都是后天的影响 同辈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这个讨论上面呢 我们这个战线转移了 我们不再是用一个很简单的 二分法来理解 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对手 有更多对话的机会 但是我们从圣经来讲 我们绝对不会采用一个错误的解经 就譬如强调夏娃是那个 首先犯罪的 导致亚当犯罪 这种对女性很不尊重的解经 我相信连加尔文啊 他们都没有同意 而且我们越来越看见 从改教运动到清教徒 他们都很强调 亚当夏娃是一同犯罪 并且亚当作为一家之首 他是带领整个家庭或者家属 所以他所受的刑罪 应该是加倍的 所以这些都是很传统的神学观念 跟着在第二章 亚当的第一首《情诗》 说到夏娃是他的肉中之肉 骨中之骨 这个也是讲到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这个也是讲到好像男女呢 他们是互补的 而这个也是我们的看法 因为我们最简单 我们说我们是平等 但是呢 我们是不相同的 所以呢 我们男女一定是平等 而且在解经上面来讲 我们传统的教会已经有很多这些的解释 所以这些都是很宝贵的 俗灵跟圣经的资源 但现在最主要的 因为战线转移了 那怎么样将我们这一方的兵器 我们的炮跟枪口 也要转一个角度 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 正如你说 比如变性人 我绝大部分神学院里面 华人神学院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还有一种新的关于同性恋的很多新的议题 所以我们在大学里面呢 我20多年前在美国大学 我们老师当中当然有同性恋的老师 但正如你说 他们真的很平凡的 他们从来不会很特别强调自己的性别 或者性亲或者性真 没有的 但现在的大学老师就不是了 他们是变了一种很直接的推动 他们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性别 他们还要推广 并且变成了一种政治的口号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场新的战争 是跟二三十年前完全不同 确实是 真的是全新的战争 就像你说的 转线转移 就是说现在我们都在讨论 到底性别是什么 女人是什么 男人是什么 但是我刚才想要问的就是 在圣经里面 圣经没有跟你解释 什么是男人 什么是女人 这个性别的定义是什么 到底是你们是天生是怎么样的 后天又怎么样 圣经没有说这么多 圣经直接就说 神造男造女 然后他之前和之后 他都不来解释 什么是男 什么是女 什么是性别 性别有多重要 这个在圣经里面没有 那没有就可以有两个解释 要么就是不重要 所以你们男女 后天要换来换去 没关系 你看圣经也没有说不可以变性 但是另外一个解释就是 那是理所当然的 就像神是否存在 圣经也不需要跟你证明 神当然存在 这是一个前提 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 那圣经里面对性别的启示 它是属于不重要 所以不需要多说 还是它重要到是不言而喻 不需要解释 是一个前提性的设置 陈牧师 你可以说是个前提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圣经对于很多本质的问题 没有清楚的界定 但是有一个很古老的看法 就是圣经呢 它是以神学为中心 跟着我们所处理的性啊 性别啊 跟着我们等于会还要讨论到 关于身体 我们会发觉呢 这个在神学 系统神学里面 有时候叫人类学 但人类学通常我们不是这样理解 它我们应该是说 人论 它是个人论的教义 那的确呢 我们发觉在人论的教义里面呢 到现在 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 关于人的存在的教义 我们是 整个西方教会 中国教会 是没有神学的共设 譬如灵魂从哪里来 有三种看法 我这里我不讲了 大家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查 那还有呢 就是 到底我们人死后 我们的身体 是怎么样复活 所以结果闹到了 有些教会到今天 还是反对火壮 他认为了 要保存 要保存一个身体啊 但你要违背 新陈代谢是很难的 那结果呢 这些都是到今天 我们还在争论 所以人死后 到底是这节 去天堂 还是有个乐园 是不是一个还是两个 有没有一个居中的地位 或者是不是有天主教的炼狱 所以这里讲起天主教 是最有趣的 因为天主教的 现代的天主教神学 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在人论上面 而到了一个地步呢 最有名的就是 教宗保禄二世 约翰保禄二世 他就写了一本书 叫身体神学 当然他这本书 是完全保守派的 他有意无意之间 主要他是用来批判堕胎 但是他也 被讲到很多 关于同性恋的问题 不然保禄二世 他所处理的这些呢 全部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好像六七零年代 大家如果不太明白呢 你可以想象加州的 波克莱 这些旧的嬉皮市中心 跟着你就来我的小镇 你就看这种新的 性别主义就不同 但是的确 凡是二三十年前的 美国 英国 欧洲 就算有同性恋的人 好像最有名的歌星 纽翰纽顿 他从来没有怀疑 他是男人的 但现在的人呢 就好像你所说了 不管他是男和女的 同性恋者 他不单是否定 传统的性别 他还否定自己的性别 所以现在到这个地步 我们经常争论什么 叫男人 什么叫女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因此呢 有很多神学家都 无可内核的都说呢 圣经难道是这么以神为中心呢 你知道人是一团谜 人是一团谜 而且圣经里面 譬如最有名的 新约的解经 就是两个希腊的字 一个是身体 一个是肉体 那这个是很清楚的 因为最简单 就是罗马书十二章 身体呢 它是中性的 或者甚至我们觉得 它好像有一点点是中性 但偏一个好的意义的 所以我们将身体献上 但肉体呢 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 讲到肉体的邪情私欲 英文也是分得很清楚的 身体就是body 而这个soma 这个body 这个身体 它就是可以被主所用的 但是肉体就是fresh 这个肉体就是世俗化 去买皮包 喜欢吃吃品 跟着吃喝欢乐 那这个是分得很清楚的 所以在新约里面 就已经有这个区分了 但是到了现代来讲呢 其中一个切日点 除了讨论性之外 就是讨论身体 到底我们的身体 是有什么意义的 而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 这个就是在二十三十年前 在美国英国这一些的性革命的 这种的前卫的运动当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 现在身体的议题呢 就变成了一个 可能比性更重要了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争论关于变性人的时候 真的就是讨论了 要不要切掉他的性器官 等他能够变性 要不要加上一个性器官 等他能够变性 结果呢 在当中你就很明显见到 就是我们从传统的角度来讲 我们从来没有这一种 将人的身体 当做好像一部车一样 一部机器一样 而我们的身体呢 好像他们说呢 好像乐哥啊 这个雷狗啊 小孩子用来 对一个小房子啊 对一个机械人呢 我们东西可以一块块拿出来的 那结果大部分这些书 我特别指出就是 以前在非城西敏 神学院教学的 卡尔楚门教授 他已经离开了 他就在附近的大学教书 因为他就是想将他的余生呢 贡献给这个关于性别论证上面 他希望从神学 还有各方面在美国做些护教的工作 他所以他的写作很好的 但是他就是指出 这个是几十年前 已经大家已经讲过 就是从Dekker开始 我们就已经有一个的 心跟体的二分法 而于是呢 就西方就好像是 开始了一个革命一样 就好像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是一样 他就说了我们不要再讨论行为上 我们不要去证明上帝 这些是不可知的 我们人可以尽情的去研究自然 于是科学就诞生了 德卡尔也是一样 他说了人这个灵魂 是一个困在机器里面的一个幽灵 我没有办法证明它 但是这个机器我们却可以明白 所以在找到 好像我刚才所提的谢华博士了 他也是六零七零年代 做这种文化的护教的工作 他当时已经指出 从纳粹大屠杀 到现在这种六零年代的欧洲 提倡堕胎 安乐死 自助自杀 他们都是将身体 看作是一种机械 所以身体的机械论 是跟这种的 前卫主义是很有关 它的单身地就是所有名校的医学院里面 一般西方的医学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 就将我们身体看作一部车 那的确是 有时候你的机器里面下面 你坏了一条管子 这个零件没有 不要紧 碰巧车头有一个零件 我都将它换过来 就连上去 所以难怪的这个器官移植手术 是真的发扬光大 因为它真的将我们 看成一个冰箱 冷气机 热水器 所以我们这个器官全部 还有心状搭起来 搭来搭去 就好像我们以前小孩子喜欢还电子 这个如果哪一个部位坏掉 我们可以用电线来补足 到今天为止很令人震惊 就是西方的医学到今天 其实它是相当是一种机械论 那如果不喜欢哲学的人呢 我可以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这个违心论跟违物论 但是这个是很有问题 因为违物论可以很违心的 违心的人呢 也可以喜欢包包的 他可以很违 很违 很违物的 但是真的 这个西方的医学呢 他们真的将人的身体呢 完全看作是一些可以装置 拆开再装汉的 难怪整个从同性到变性 是个必然的结果 因为人的身体呢 已经不再是神圣的 那我们基督教呢 这里又要小心 我们不是一种幼稚的违心论 用创世纪来讲 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 而这个英文翻译的更加的 为俏为妙 叫做living souls 而这个 souls 不只是灵魂 我以前老的 清教徒聚会啊 他们坐五月花 这个帝国主义的船 来到美国 我是讲笑了 那他们崇拜 结果老牧师 就通常会问童工 今天有多少人来崇拜 他会说 How many souls are there 我们今天这个小房子里面 有多少灵魂 他说 Pastor 牧师 今天有30 souls in the room 今天有30个灵魂 在我们的这里崇拜 记住 不要以为是灵魂 以为是幽灵 所以这个 souls 它其实它本来的意义 就是灵加身体 Spirit and body 加起来就等同 souls 因此中文里面的 就很误导了 因为我相信我们都听过了 灵就是最好的 魂是情感 体就是我们的欲念 但其实英文这个 souls 它其中一个意义 就是它是等同于灵跟体 加起来叫做 souls 难怪就在英文里面 讲人的时候 除了是man 或者女人叫woman 它有时候就会说是 souls 所以创世纪那里说 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那中文没有办法翻译 因为你不能够说 它就成为了一个活着的灵 living souls 你很难这样翻译 所以河本我认为翻得很好 它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人 其实本来的意思就是魂 这个是英文来讲 所以我不会在这里批评反对三元论 但我只是指出了英文的文法的意义 跟汉字是有很大的分别 所以在这里来讲 我们看人的身体 我们不是维新论 我们看人的身体固然 它真的是一个臭皮狼 它就是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有报销的日期 就是你要见天父 但是它一定有一种 熟灵的意义的 因此有一些过分的 医学手术 一些过分的各种的医学的试验 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反对的 因为它是违背了 我们对身体 它是一个有熟灵意义的理解 所以难怪西方的医学是很唯无论 难怪今天很多人 他们这个 我相信这个新的性别战争 现在到了一个地步 是以身体作为战场 将身体变成了这些小的木块 小的乐歌 你就可以东拼西臭的拼成一个人 难怪你刚才所讲的 这个变装皇后 还有男女同性的人的 他们益装服 他们很喜欢 那以前在波克莱 还有在我大学附近的老区 已经几十年了 我经常笑 我们大学附近的女装店 都是给男人去买的 但是这些人 他从来不会在街上来招摇的 他买这些衣服 可能他是在他们这些的 私人的派对里面 他会穿出来 但平常他上班 他还会穿西装的 但现在是一些的变性人 他这节的变装 这些穿回去公司 银行 在超市 还有查手指甲 你明明知道他是男的 但是他就穿的是女的 他就是要在你的面前 就因为说 就在你前面 他就是你要看见 他就是查手指甲 那这个是二十年前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新的性别的战争 或者争论 很多人守住 很多人守住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更加要装备好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要站在磐石上面稳稳的 那么外面再大的挑战 我们也不会惧怕 好 那陈牧师 你对于这个身体 原来是就是西方的医学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唯物的 这个看法就解答了很多 现在关于这个变性手术的疑惑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经里面的看法 那男女 人是分男女 其实动物呢 也是有分吃熊公的母的 那就是为了要生养众多资生繁殖 但是那人是有灵的活人 所以你刚才所说的瘦 其实它是身体和灵魂 它就是这个切割点 其实是很模糊的 那对于性别来说 人的男女性别 跟动物的公的母的性别 它有没有什么本质上面的区别呢 还是它都其实一样 都是用来繁殖的 那如果都只不过是用来繁殖 那我不想生孩子 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变性呢 所以人的这个男女 跟动物之间的公母 它有没有更多的 更深的本质上面的差别 当然有了 但这个就是 你可以说是那个最终祸首了 是什么 对魁祸首是什么 对魁祸首 就是性教育了 这个夸张到在小学有性教育 莫名其妙 中学的性教育 它就已经变像了 将这种机械色的生物学 就灌输给我们的孩子 所以他看他的性器官 是个器官 他不再将性看着 我们以前有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文学 我们讲到人的爱 是这种灵魂的交替 或者米尔顿在色诺园里面 他刚冒大不韦 讲天使会不会做爱 他说灵与灵 魂与魂 的相交 所以给人家骂死 差点变得异端 但是在这里你都可以看见 我们很多时候 面对的这些问题 是完全错误的 这种生理学 那结果你刚才提到美国 这个黑人女大法官 他当年被参议员面试的时候 他公开说 他说你不要问我什么是女人 因为我不是生物学家 很多人都指出 楚门博士也指出 他说 喂 这个正正就是证明了生物学 不能够解释什么是女人 因为人不是生物 人不是机器 人不是迪卡尔所讲的 是一个幽灵困在一个机器里面 人是人 人是有灵的活人 因此男人跟女人这个问题 用我们来讲 科学语如此重要 所以不能够单单留给科学家来回答 同样 这个你 他当时候好像很聪明了 但是他这个诡辩 正正就讲出 今天整个世界上面的文化 特别美国的文化 还有道德问题 这个症结所在 他们就将性别 看作是一种生物学 难怪他们整天要去找 一个男女同体的海马 男女同体的乌柜 男女同体的螃蟹 我不管你找多少 这个跟我们无关 因为那些 那些不是有灵的活人 那些是很好吃的海鲜的味道 我管他是男女同体 不是男女 吃雄同体 你可以找很多 而且很多是海草的 海草类的东西 最莫名其妙的植物都要分开有 吃雄团体的植物 这个叫蔬菜 OK 我不管这个蔬菜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不要将吃跟熊 困在里面 我连螃蟹都没有怎么兴趣 要分它是吃跟熊 因为现在很多螃蟹都不能够抓 所以吃的跟熊的吃来都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来讲 这一种是完全错误的类比 你要不要用番薯地瓜来比人 如果你找到一个吃雄同体的地瓜 那怎么样 所以这一个女法官所讲的 真正就是整个 美国西方社会道德破产的开始 她认为性别是生物学家讲的 不是性别是生物学家 加父母 加牧师传道人 加一些很好的社会领袖 而且应该是很有道德感的 正式领袖 一同的来教养我们下一代 真正你讲的对 它当真正就不是生物学家 可以来解释 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问题 这变了一种 当然有它哲学的层面 但是也有现实的层面 如何重新建立一套 基本的基督教的生物学观 身体观 性别观 而且你刚才讲的对 这个不是个观 是圣经的启示 如何让孩子们从小就明白 性不只是一个个人的欲望 也不是性器官 它牵扯到的是爱 而这个爱有几种的爱 是我们整个人的头日 是心生灵 扣成了我们的性 而不只是我们的性器官 决定我们的性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转移战线 不能够 将这个争论的 这个会议规则交给对方 他们先定义什么叫性 我们就跟他吵架 结果我们还没有开始 我们已经输掉这个辩论 所以你讲的对 从圣经来讲 其实圣经对于性 还有各种的关于爱的经文 有很多的 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 这个社会伦理的争论当中 我们是我们的根据 对对对 说得太好了 陈牧师刚才你说 那个米尔顿 他问了一些很大逆不道的问题 关于天使的性爱 这些 我在这里想要问一个 可能更加大逆不道的问题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听听你怎么说 也听过有人这么问 就是请问上帝到底有没有性别 因为神是个灵 那既然神没有身体 就很难判断他的性别 但是三位一体的神 他是圣父 圣子 圣灵 那父和子 很明显都是男性 那圣灵又有没有性别呢 所以可不可以探讨一下 上帝的性别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异端 叫做上帝母亲教 那他就问了 为什么不可以 上帝不可以是母亲 为什么不可以是女的 那还真的有人来问我 来挑战我说 为什么上帝就不可以是女的 他又没有性别 他又没有身体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 圣父圣子圣灵的性别 当然要保护和保障 你跟我的安全 首先我要说上帝没有性别 OK 这个就保障了 你的油管会继续永远长存 但是你光是从文字来讲 大家都听过英文的意义了 英文呢 这个古旧的英文呢 是男性的代名词 是包括了女性代名词 但女性的代名词呢 只是代表女性 当然我这个讲出来就不怕死 但这个是嘛 所以结果呢 就圣经里面往往呢 是以男性 作为一个重数的代名词 但现在的 现在一定反 而且这个是几十年前已经有了 就开始有圣经的版本呢 尽可能用中性的代名词来代表上帝 因为呢 他怕经常用这个男性的代名词 就令人觉得上帝 这个耶华是我的牧者 是个男的 就变得好像富士的女性一样 所以这些性别战争几十年前 在圣经翻译里面已经出现了 那在这里呢 但我们从圣经里面的经文上 这个第三方面 我们就很明显看见了 这个答案不是说上帝有性别 乃是圣经里面有相当多的经文 是用性别的比喻和隐喻 来描写上帝 最有名的就是以赛亚 先知说到了 上帝好像母亲一样 基督也说 这个耶路撒冷呢 我爱你们 还说到上帝好像母亲一样 耶稣也是表达了一种的母爱 来爱这个耶路撒冷的人 所以这些经文里面呢 都经常有这种女性的形象 但是它这个隐藏的比喻 它没有说上帝是母亲 它说上帝好像是母亲 它这个比喻上面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更加正确的 用教父的话来讲呢 就不是说第一 就上帝是有性别 当然我们反对 但我们如果很 很一道 这些了当的说上帝没有性别 那你怎么样解释 先知书里面的这种的隐喻呢 当然第三的就是很经典的 上帝是超越性别 而这个性别 不只是性别 还有性 所以难怪 大部分的教父 中世纪的教父 他们大部分 最集中精神 写的注册书 就是雅各 他们都认为雅各呢 就好像基督所讲的 基督爱教会 保罗说 以分所属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设计 而教会好像心腹一样 基督是那个良人 那这些以婚姻来 来比方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另外呢 在雅各里面 有些人解释 是上帝与教会 或者上帝与以色列人 有几种不同的解禁 这些都是在教会历史里面 很重要的经文 所以我在讲 西方的基督教 从来没有回背性和性别的问题 而且他们还很大胆的来使用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 很简单的结论 就是今天基督徒 我们真的不需要回背 关于性别和性的问题 而我们通常华人 多多少少 我们因为有自己传统 比较保守的道德 我们很少来讨论这些的议题 但这个对我们的孩子来讲 他们真的很早熟 现在有些人在问 什么时候才开始 在家里面做性教育 他说大概15岁 他15岁 他懂得比你更多了 12岁 12岁 你没有讲 他说爸爸 你是不是讲这个 那个这个 那要讲到是不是8岁 6岁 4岁 当然疯掉了 但总之 今天孩子 他们在这种 手机的时代 他们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曝光 在这些的 漫天盖地来的资讯 所以他们对性 不单是没有好奇 可能很快有性能感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 来帮助孩子们 建立一个正确的性观念 是耽误自己的 所以我在讲 我们从教父的历史来讲 我们真的可以 不怕大胆的 我们用一些圣经里面的 一些关于性的比方和比喻 我们重新去明白 上帝与我们的关系 我在讲 上帝是没有性别之分 但圣经是很大胆的 用男性跟女性 来比方上帝对我们的爱 基督爱教会的爱 而这个都是我们 的时候 我们保守派的 华人教会 难于其耻 我们比较像 不想讨论的问题 但是圣经里面 是明明如此记载的 是啊 虽然圣经里面 也会用母亲的爱 来形容上帝和耶稣基督 但是在通常的情况底下 上帝或者基督 都是丈夫的角色 或者是父亲的 那一个角色 也就是说多数 而且我们也以 圣父圣子来称呼 所以就是多数 他们都是以男性的 形象来出现 所以性别在属灵上面 那男性它就是代表 那个主导者 保护者和比较有权柄 和比较责任 比较大的那一方 那如果现在他们要把男性 的这个性别都除掉 那也就是说把比较强的 比较需要尽上责任的 那一个保护者和供应者的 的一个职份身份 给去掉了 那这个社会就弱化了什么 当然是了 而且这个不只是我们基督教 一般的社会学里面 都经常指出 父 他不只是一个父亲 他有一个父的形象 这个父性 fatherhood 所以你可以说 我们不要国父 我们叫孙中山做国母 我们叫李光耀先生做国母 你可以 国父国母 国太太 但是最典型的 两点了 就是大部分的时候 单亲家庭里面 你可以说父兼母籍 但是更多时候 是单亲妈妈 这个单亲妈妈 一定是母兼父子 就是说呢 在家庭里面 他们没有办法 没有一个父亲的形象 更多离婚的时候也是了 离婚的时候呢 经常是孩子们 从小长大 他的困难 就是他有一个很坏的 很负面的父亲的形象 相比来讲 如果好像我一样 如果父亲是在我少年时期去世 我会有一个超美化的父亲的形象 想象我父亲是华盛顿 加林肯 加孙中山 孙中山不好啊 加李光耀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幼年算父 他会极端将父来美化 而这个离婚 当然主要是妈妈的影响 这个对不起啊 我没有指出什么啊 但是这个X前夫呢 一定是打进18层地狱的 所以这个父亲的形象呢 他真的是一种的概念 他是不能够除灭的 所以在这里来讲 我们讲到上帝为父 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一个意义 而我们也要严格区分两样 我相信大部分的姊妹同工一定会同意我了 就是男性主义和男性沙文主义 大家很知道我们是强烈反对 男性沙文主义 正如我是反对反由的 但是男性主义是一个圣经的男性主义 是个比较平衡的男性主义 他不是男性中心 但是我们肯定男性的代名词 男性的形象 而且很多女同工说 我是个tom boy 这个不知道亚洲同工明不明白 我是个很男性化的女性 但这个不是有不好的意思 因为我从小呢 有三个哥哥跟着就是我 所以很多人长大的时候呢 男女他真的是圣经原来的意义 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 另外大家同工们啊 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男性化的女同工和女性化的男同工 都是很好的啊 这个没有接受到任何不好的意义了 因为最多人形容 我是个很女性化的男同工啊 这个没有问题啊 可能有人说雨林那里是很男性化的女同工 这个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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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是很女性化的女同工啊 这个就是说到 我们那里不是讲到同性的问题 我们不是讲到性真或者性别的问题 我们是讲性格 而这个男性女性在文学里面很多 他代表的都是人类的美德 为什么智慧一定是女性的 这个智慧女神 因为真正有智慧的人呢 他不是好像男人一样的 他是一定要很粗犷的 每一个地方要都要强作来讲话的 这个女性的智慧 他是包罗万有的 他是融会贯通的 所以结果呢 在美德当中也是有这种阴性阳性的 所以比较好的可能是阴性跟阳性这些字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不要将到阴海跟水全部倒掉 在古典文化当中 从古典希腊到中国到清教徒 他们都保留了很多这一关关于男性跟女性 阴跟阳 作为人类的美德 我们的性格的互补的描述 所以我很明白 有些人对于同性是很厌恶的 但我教孩子也是 我说我们为什么反对同性婚姻 很多人说因为艾滋病 我经常说那如果有一天艾滋病真的找到解药 那我们是不是还反对同性恋 所以很多幼童的教本呢 在美国我们都是这样用的 教到三岁四岁五岁的幼童 他们会说我们反对同性婚姻 因为上帝当初是一男一女 上帝许配一男一女做父母 这个是神所设定的自然次序 这个自然次序是不能够违背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没有否定 或者逼迫同性恋的人 我们是强调了在创造当中 有种自然的次序 所以从这来讲 基督徒讨论性别的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优点 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讲 我们都回到圣经 而且大家可能觉得我比较理论一点 但的确是的 我们基督徒讲性跟性别 我们多多少少都会讲到一些的 基本的一些的概念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将人当做这个机器 现在不是讨论你这一部日本 美国车怎么来修理 现在是讲到了我们这个有灵的活人 怎么样将我们的成长的过程 我们的性跟性别 透过先天跟后天 我们能够完整的呈现 因此在教会里面真的任重道远了 怎么样有好的男的同工女的同工 分别去培养我们的年轻人 让他们有正确的一个男的形象 女的形象 父亲的形象 母亲的形象 这个是当务之急 是真的是当务之急 说到教会面对这个挑战呢 今年三月份就发生了一件很大的悲剧 其实跟教会也挺有关系的 就是在美国Nashville 有一个变性人 她是个女的 但是她自认是个变性人 她就到一所基督教学校去 枪杀了三个小孩子 三个老师 包括校长 她自己是这间基督教学校的毕业生 而且呢 她其实是来自一个 我可以说很虔诚的基督教家庭 就是她的父母亲都是 像我们一样 就是参与教会服侍啊 有团契还带领 总之都是那种 很传统的看起来就像是那种中产 传统的基督徒家庭 虽然培养出一个杀人的变性人 内心充满着仇恨的 那当然 她的杀人肯定是一个极端 但是呢 变性在基督徒家庭里面 似乎已经不是什么极端的个例了 好像也开始越来越普遍了 那为什么连一个这么传统的基督教家庭里面 在最基本的性别上面都守不住 甚至连自己的下一代都会成为变性人 而父母似乎是束手无策 那这个来自圣经的力量 在基督徒家庭里面 还有什么力量吗 对啊 这个就是今天这个世界 特别是西方教会 中国教会里面的两极的倾向 一个就是对于性过分的热冲 好像什么都跟性有关 所以我们其中一个口号 保守派的人提出来 就是告诉年轻人 就性不是一切的事 Sex is not everything 所以不要什么事情都扯到性 而且你不要整天都想性 但是的确 他们当然现在不看电视了 你看手机 你看你的油管 你看所有这些的TikTok 里面出来的都是穿短裙子 这个最伟大的 这个现在女的偶像 这个美国的女歌手Swift 哇全部是性的符号 但另外一个就是 对性的畏惧phobia 所以传统的教会里面 当然大部分父母 都是对性的 有一种是可知 但不可谈的态度 所以难怪呢 经常真的有一些 很保守的家庭里面 他们孩子是失控 因为他们不会 过于曝光来讲性 但是他过于畏惧来讲性 而且那一个凶暗的 这个枪手 他本身就是个变性 而且他还在 他的日记里面写了 而他后来 其实他是相当后悔 他结束了这个变性的 这个手术 或者服用荷尔蒙 所以他的精神很不平 所以后来 这些都明显证明 他有很严重的精神病的问题 所以他就开枪杀人 所以证明了 现在越来越多 我们这种新闻里面看见 是青少年时期 被误导 服用荷尔蒙 或者有些甚至动过手术 现在想转回他的变性 但现在后悔了 真的叫做青州已过万重山 没有办法扶回过来 所以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这种变性人 大家也知道 他跟同性的群体当中 有很多的张力 特别是女的同性恋者 很反对这些 从男变女的变性人 所以这个都是新的问题 而证明了整个同性运动 这种性解放运动 是本身越来越多 一种内报 他们产生的问题 已经多过 他们以为能够产生的革命 所以他们都自身难保 而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些问题 我们更加感叹了 就是在罪当中 很多时候罪是生出更多的罪来 求生怜悯 还有就是我们新加坡 现在我觉得是一个 一直以来是一个很传统的社会 一般对于这个同性恋 就是在家庭层面 你如果带一个同性恋伴侣回来 父母亲一般都不怎么能接受的 但是近年来呢 就看到LGBT的这个势力啊 也是在新加坡越来越在推广 越来越积极的推广 接受程度似乎也开始在增加 尤其在年轻人里面 但是政府的态度呢 就让我有一点觉得 这么说吧 好像世界上任何政府啊 它对于LGBTQ这个运动 都倾向于让步 或者接纳的 所以我倒没有想过 比如说新加坡去年刚刚就是取消了 那个37A的法令 就是本来是同性恋行为是非法的 现在就取消了 美国的共和党是属于比较保守的 但是他们也是会比较让步啊 对于LGBTQ 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国家 比如说以色列 我们都认为它应该是比较传统的 但是其实它对于LGBTQ是非常开放 非常接纳的 台湾 那即使你说民进党是一个比较 左的党 但是你是台湾社会嘛 都是一个传统保守的社会嘛 但是只要牵涉到政府政治的层面 他们对于同性恋 或者是性解放的运动 它都是非常非常的宽容的 但是你真的想生一层 这个如果大家都不生孩子啊 都去搞同性恋 从家庭层面 从人口的增长层面 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 其实是没有好处的 那为什么政府要对这个运动 这么的宽容让步 这个就是着用等同反着用了 甚至反着用大过着用 所以以前约传统的社会 他们反而产生出更加激烈的 很偏激的社会行动 难怪现在经常是在一些 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 还有很保守传统道德的亚洲国家 包括在伊斯兰的国家里面 还有在中国大陆 有相当多的人都说上海跟北京呢 是经常遇到很多同性恋的人的 那结果呢 这个也是压力和反作用 而在英国文学当中 最有名的1984的小说里面 这个也有大量关于性爱的描写 他们以性爱作为一种政治抗争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西方文化文明的演变过程 但总的来讲呢 就是最早的其中一个提出来的 是东方主义的萨伊德 他都认为了现代性现代化 最厚而且最高的一个表现 就是妇女的解放 但后来呢就演变成为性解放 所以就好像有很多的 不管是西方的国家 中东的国家亚洲的国家 都认为了你能够有现代化 不只是你能够做晶片 你能够做电动车 还有你有很多高科技 你还一定要有这个性解放 你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这个当然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但是很可惜的 很多掌权者就认同了这种的看法 而他们在社会行动里面 也明显的有分裂 比如提倡种族主义 反种族主义的 比如马丁路德金 他们的平权运动呢 往往就被批评说 他们没有兼顾到女性的地位 譬如现在在中东战争呢 有这个以色列 以哈战争 以巴战争 结果也是牵扯到性别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讲以色列跟哈马斯之外 还要讲到 在这个战争当中 恐怖主义对女性的侵犯 但很多女性主义者呢 他们不提这个在哈马斯的屠杀当中 被杀害的女性 他们反而呢 是支持巴勒斯坦人 因为他们是被压迫的人 所以性别呢 经常是在很多政治论证当中呢 最后出现也是最激烈的一个主题 而且这个就变成呢 现在这个世界上面 对于政治文化的争论的一个规则 一个形态 好像任何问题 最后一定是牵扯到性别问题 而性别问题一定产生 一个两极化的对立 而这个是很可惜的 今天来讲 我在讲 我们不是要去过分的将世界和我们的生活 来性别化 或者性化 但我们也不需要产生对于性的恐惧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全面 对于性的经文 没有想象怎么可能伊甸园里面 已经有性别的问题 这个其中一个最热门的讨论 就是到底亚当跟小娃最后是不是两个都想杀死对方 这个所以米尔顿就已经提出来了 这个很像我们 我老爸跟老妈 后来都大家不讲话了 因为大家都吵到 不想跟对方讲话 所以这个一夜夫妻白夜恩 也是一夜夫妻千年恨了 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大家要白头到老 但是大家都不能够原谅对方 在三十年前打破的一个碗 因为那个碗是我很爱的碗 三十年前打破那个碗 我怎么能够原谅你呢 所以 这个是很人性化的 连米尔顿写色诺源 他都要解决一点点 到底亚当小娃是不是两个都想害死对方 很多人都这样讲 清教徒最喜欢讨论这个题目 所以今天来讲 我们不会将圣经来信化 但是我们真的同意 圣经从一开始 有很多关于人论 都好像谜团一样 人的灵魂从何而来 是信教而来的吗 是预先所创造的吗 是鸟单着来的吗 人的灵魂怎么去 但是圣经里面有大量这些 关于我们的 真的我们这个身体 七情六欲 我们生活里面 每天的起居饮食 这一些的问题 圣经都描写得很清楚 列祖啊 旧约的故事里面 这些 还有大卫 这个大卫是最奇妙和奇怪的人 都是跟信有关 所以结果来 我真的是说 我们从圣经里面 我们是可以拿出很多的经文 可以很生动的 来帮助我们 也帮助我们的孩子 明白一个合乎圣经基础的 基督教的 你讲的对 不是性观念 是关于性的真理的启示 是的 我们有很宝贵 很宝贵的宝藏在那里 所以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 我们真的不应该胆怯 真的谢谢 讲一个笑话 这个雅各 我有好多朋友 就业博士 都是就业博士 最喜欢 但他们如果研究过雅各 他们举行专题讲座 从头到尾 大部分的华人信徒 都要关心一个问题 到底雅各里面 所罗门有没有婚前性行为 因为他们最关心的 就是这个良人 跟他的情人 他们是在结婚前 婚前还是婚后有性行为 为什么这么关注 我现在要保护我的女儿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华人教会对于解禁 是莫名其妙的 有一种迷思 专门喜欢将这很现代的 新闻问题套在雅各上面 请不要访问我 我不懂雅各 OK 好 那我们今天不谈雅各 陈牧师 我最后又要做一个 大胆的联想 又联想 对对对 用这个联想来结束 我们今天这个精彩的访谈 就是你刚才说到 就是在政策 在一个国家的层面 经过多年的讨论 演变以后 总会遇到性这个问题的 好像它会是一个 最后的 一个决战 或者最后一个 很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这个政府也会面对 这个国家也会面对 所以我的联想就是 我们这个世界走到了现在 突然之间爆发了 这个性的大战 LGBTQ啊 变性啊 男人女人的这个话题 越来越成为一个战场 就是性成为一个战争和战场 所以我的联想就是 那基督是不是快来了 我们已经走到 末世的最后的一段了 所以就在性的问题上面 在那里征战不休了 这个哈米加多顿战争 就是性的最后的战争 性战 会不会呢 就是可不可以做一点 这种末世的联想呢 怎么会 不然这个太奇怪了 这个性的问题 炒到现在这个地步 太不寻常了 对啊 而且性你看 在启示录里面 出了一个大淫妇 如果出了一个大的 一个无道德的 如果出了一个男的强盗 这个形象不够厉害 是大淫妇 而且是淫乱 这个淫乱是一个性的淫乱 但是这个性的淫乱 永远在信仰上的不忠诚 一端 经常就会讲 这个信仰的淫乱 所以我只能够说 性 不是我们最高的追寻 但是是我们最深的 一个人类的经验 这个性经验 是我们人类其中一个 最深的经验 为什么我不能够说最高呢 因为你可以吸毒啊 你可以有任何 甚至被鬼附啊 很多熟灵的事情啊 我绝对不会将性 比作我们与神的关系 但是我会说 我们最高等的人的经验 永远是与神的熟灵的关系 但是性是很生日的 这种性是在我们内心 每个人都会有的 因此呢 今天我们不要将 我们整个人生以性为中心 当然我们也不必为的 我们不会惧怕的 我们对性没有恐惧 我们是可以畅所欲言来分享 那彼此之间 弟兄之间呢 大家分享自己老化的过程呢 女同工之间可以分享啊 大家自己生理的周期的 老化的过程 我们都要面对 我们人生的周期 而这个性的改变 性的需要 各方面的问题 的确是伴随着我们一辈子 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 有个开放的态度 但是以圣经作为根据 来建立一套正确的性观念 是的 就像陈左仁牧师这样子 谈这个性 性别 都是很开放 但是呢 完全 又很有深度 也没有牵涉到任何让人脸红耳赤的东西 没有什么好尴尬的啊 所以我们基督徒只要掌握真理 在真理上面来为神征战 任何话题我们都不应该避委 那太好了 陈牧师 你看陈左仁牧师果然不会让我们失望啊 在任何话题上面都会带给我们一些更新的认知 最好就是你访问我 如果两个都是女同工 两个都是男同工 就不是结结巴巴了 就干巴巴了 你访问我 我访问你 我们两个互补呢 这个就是叫做男女互补了 这个是最美好的对于性的讨论 记住啊 一定是女的主持 男的讲员 这个是最美好的配搭 那就感谢神了 所以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最美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神所赐的一切的秩序 一切的资源 我们都要好好的善用 非常感谢陈牧师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相信观众也会受益无穷 那我们就下次再邀请陈牧师 继续来跟我们探讨这些 坚色的别人不敢触碰的话题 我们都要大胆的来触碰 谢谢陈牧师 也谢谢观众 这里是寻经问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下次再见 大家平安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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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